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身邊的嘉賓仍然是來自我們要財證券的事務總監郭思智先生 郭Sir你好 有事想問郭Sir把握機會打電話來電話號碼 204-6566 電源地址 ask at bskanel.com 郭Sir我收到電郵問你大市的走勢 短期內是否都是波幅市為主 如果想炒短線相關行止的話 走勢你會怎樣分析 其實市場雖然是反覆大遠 暫時來說這個月都處於一個先高後低的形態 但我不看得太淡 你當然會問我A股跌了四十幾點 歐洲又跌美國又跌 你現在還看市場不是那麼淡 沒錯的確是這樣 因為第一港股純粹是一個技術上的回補裂口的形態 今個月一號的上升裂口其實補了很多 只有一段割補18,192到18,297點 暫時來說只有105點還未補 補和不補根本上意義不重大 因為我看好像A股一樣 雖然跌得比較空巷 但亦不排除稍後中央政府有刺激的措施 方向推出 例如下調銀行準備金 如果一旦是這樣的 市場隨時趁這些衣服就夾上去 我總是覺得這次的指數 好像今天曾經見過18,297點 純粹是為了牛仔而做 如果不是有18,35 不是那麼多牛仔混雜的話 可能不需要落到這個水平 既然完成了這個使命的話 沽盤或者對沖活動 暫時來說也不敢太放肆 因為大方向是什麼呢 是歐債佔老曙光 不過當然一兩個峰會 如果你要求歐債完全解決了這個問題 是不可能的 但問題是 現在一群人坐在一起 是在尋求解決方案 只不過你不印錢 什麼都不能談 問題是什麼時候印 我們都不知道 可能大家在說 強國又要拿到政治上的籌碼 若國這一分鐘 也希望不想喪失那麼多話事權 大家在政治上在角力 但到最後你不印錢 只是解決不了問題 好了 現在這一分鐘 基金拿著的錢相對比較多 如果市場再下行的話 基金會有新的部署 或者會在低位 逐漸逐漸買都不出奇 相反來說 如果市場抽回上去 基金真的要隨時補貨 所以我自己覺得 市場沒錯 是比較反覆帶遠 但我上午已經跟大家說了 五十天線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五點 大家要留意 一旦恆生指數回到五十天線樓上 第一已經擺脫逐尋低位的形態 這點很重要 第二站在五十天線樓上 即是整個勢頭有進一步 修復二十天十天 甚至乎挑戰 這個月七日高位 一萬九千二百四十二點的可能性 其實一九二四二到今早的低位 一百二九七 一千點播幅都不到 要回上去 用什麼 所以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暫時來說 先看五十天線 過了五十天線 進一步向上望 就是一九二四二點 如果你做恆指或其他炒作 其實要留意 就是今天的低位 一八二九七 如果跌穿了 你就跟他拜拜 輸了你都是很有閒 這是我的看法 謝謝郭Sir 多謝各位朋友的電郵 再聽潘先生的電話 潘先生 你好 指示人 五號 指示人 是 怎樣 我想問那隻波斯登 是 何時購入 現在購入是否高墜 好 波斯登現做二十四 今天不是太大變動 跌一格 但是問一下郭Sir 其實近期來說 走勢怎麼看 強勢 是強於大市 你不用看別的 今早的股價 最高是現在這一刻 二十四 碰住是高台 所謂的高台 就是一個月的高位 兩個四十七 一旦突破了 繼續向上找高位 放個圖 你一看已經明白了 這兩天的市是比較反覆少少 十月到現在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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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補列口 但是你看看形態 由早前的低位 應該是過九 兩元左右 升到現在其實 都未停過 好像拉遠一點 應該是去到去年 不是去年 今年的大概是六月左右 曾經有效價 試過兩元半或兩元五毫六 我想這是後市比較技術的阻力位 如果升破了 就有一個大型的V型走勢出來 這裡是左 下 這裡是右上 這個形態 將有利後市進一步上市 是兩百三元 甚至乎三個二都不頂 當然走勢是強於大事 這一分鐘買 是不是貴了一點 當然貴了一點 一路以來 上一次有位朋友打電話 你問的時候 還是兩個一、兩個二 但沒辦法 既然你錯失了低級的機會 現在再買 就多多少少 有稍為高追了的感覺 這個很正常 不要緊 短炒的話 給你一個止蝕位 一個星期低位 是兩個二毫三 跌穿兩個二毫三 這兩毫子 不願意拿的 就給了去算數 暫時就看看有沒有機會 常破兩個半 如果可以的話 一破了兩個半 目標價就放在兩個七毫半 到兩個八 暫時的幅度是這樣看 嚴守你的止蝕 如果你不想拿這首貨 是兩個二毫三 止蝕 好 潘先生好嗎 是 還有沒有疑問 還有沒有東西想問 我還有一個五七的中聯重科 因為七個六買 我試試看 跌下來的位置都會打上去 那是否很安全 現在七個六的位置 OK 七個六是一個月的低位 剛剛剛才有一位朋友打電話來 我才分析過 他問東風和中聯重科 兩隻買哪一隻 我認為是買中聯重科 即使股價今天走高一點 我都是選他 因為我看了內地的經濟 既然是有下限風險 加上歐美的消費還是比較弱 出口不可以拉動經濟 樓市還是疲弱 如果拉動7、8%的增長 唯有靠基建 基建一啟動 水泥股一定是受惠 基建相關的設備 生產相關的股份 好像中聯重科 不可能不受惠 估值那方面 九倍多的勝率也不算貴 7.6人錢買得相當好 因為口價是今個月的低位 嚴格來說 就算我拿著我不動 最多跌穿7.19元我就止虧 7.19元是一年來的低位 你承擔風險 擺在桌面都是四號一指 有甚麼相關 短期來說看有沒有機會 升破8.65元 如果能夠成功突破8.65元 下一個目標就應該上去9.25元 9.25元再上一個目標 就是11元到11.2元 所以目標是一級一級去看 暫時來看有沒有機會突破8.65元 醫生這一分鐘 如果要定下止賺位 可以擺放8元 跌穿8元就止賺了 如果你不想拿這首貨 好嗎 潘先生好嗎 好 多謝你的電話 郭Sir剩下時間 先跟進市況 恆指現在跌127點 做18,448點 另外看國企指數最新的表現 跌115點 做9,943點 我想跟郭Sir看看 其實現在的藍籌股最新的表現是怎樣 看到升得比較多 就是騰訊 升2.4% 做149.2 升3.6 而表現最差的就是國泰航空 做13.02元 跌2.8% 其實我看到國泰近期的走勢 阿Sir我覺得挺波動的 日升日跌 是的 始終外圍經濟還是不明朗 油價又回到100元 但是 我想暫時對國泰影響不是那麼大 因為事實上來說 就算油價咬著100元 坐勁的水平 但是大幅度向上攀升的機會 或者勢頭 在中短期來說暫時看不到 簡單來說 一天歐洲未有銀子的話 沒有什麼藉口炒作 營商環境、客運、貨運和商務 都是很穩定的 我對國泰的看法 我比較忠誠一點 我不是特別看好它 但是我覺得暫時來說 應該不會走勢太差 不過老實說 如果要拿夠錢 今天來入市投資的話 我想我不會選擇航空股 我可能會選內銀股 我選水泥股相關的股份 先行 如果我們是下條銀行準備金的話 一定是內銀股率先受惠 A股反彈 不用說 當然是中人受惠 我先選一些比較敏感的股份 670的東方航空 今天公佈了11月份的營運數據 總載運人次由544.7萬人 環比下跌了10.7% 而同比升了7.56% 謝謝郭Sir 也麻煩你申報一下 剛剛說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的 好 稍後回來 繼續我們即場交流 只要問必答的環節 不要走開